劳山 劳山這個地方一山傍海 所以我們一直都有用劳山水熬製石花菜涼粉的習慣 石花菜海涼粉的加工工藝 15年7月被評為青島市非物質文化遺產 這個石花菜呢 它長在海里的岩石上 落大潮的時候 岩石上這些石花菜就會裸露出來 顏色成紫色 它一絲一絲地長出很多的分支 所以我們當地有很多人叫它叫牛毛菜 它含的主要成分是瓊脂 它是出動量最多的 一斤就能出到40-60斤糧粉 石花菜再採上來以後呢 把它這個就是直接晾乾 晾乾的過程中我們就是把它平鋪開 一般兩到三天 等到它那個成這個黃白色的時候 它那個紫色曬沒了 那個時候就差不多了 在製作的時候呢 要把這個乾的石花菜先用水透啊 然後把它顛碎 因為你長在那個海底的這個礁石上嘛 就會有很多的這樣的小貝殼 所以你把它顛碎了以後 再在水裡清洗一下 就很乾淨了 石花菜處理好了以後呢 往這個鍋裡放水 還有一點點的醋 然後我們就可以天火熬製了 鍋裡的這個水變得就發黃 然後老起來那個石花菜很碎 捏一下黏黏乎乎的 這個時候就是熬好了 熬好了以後呢 把這個石花菜過濾出來 只把它過濾後的這個汁液裝起來 這個時候就是冷卻了 基本上上午的時間 涼透了就可以了 爸媽回來了 回來了 回來了 嗯 嗯 走 謝謝 爸還切成細條 加起來不斷的這種涼粉就是熬的最好的 本地人一般都是加這個大蒜 香菜 胡蘿蔔丁 放點醋 麗雞鮮 放點香油 然後這樣拌一下 我們就可以吃了 吃飯嘍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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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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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覺得這個海涼粉嘛 這麼好的一個東西 就是不傳承下去 就是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們就專門成立了公司 專門來做這個海涼粉 也是想把它發揚光大 傳承下去 我叫冯小松 是石花菜涼粉加工工藝第三代傳承人 我想把這個石花菜涼粉一直傳承下去 讓大家 讓後代 都能嘗到這個傳承千年的美味 你怎麼懂 你怎麼看 這個石花菜涼粉 我看了 你